降压药品种蛮多 300多种药都是可以降压的 哪种药效更好 我们管说什么药咱先吃着 先给它降下来 点三个 对对对 哪种药副作用更大 大概有15%的病人 吃完了以后你吃几三个年 治疗高血压的最新几个 早健康之路做健康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的 健康之路节目 我是菊华 前三天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很多有关于高血压的知识了 其中很关键一点 就是要长期终身的服药 怎么样能够更好地来服药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来跟你好好地说一说 先来认识一下我们场上 请到的两位嘉宾 掌声欢迎小林和连旭 大家好 我想先给两位看一下 我面前的这个桌子上 铺了一红布 没摆什么呀 放的是什么吗 吃的 吃的 确实是吃的 但这个是药啊 你是吧 你看看 有这么多种 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对 那你们两位猜猜 就是降压药大概得有多少种 我测了一下大概20种 这个桌子上 要一小部分 咱们就乘以三吧 乘以四 大概80种 大家觉得会有多少种 一百多种 这已经很多了 但我告诉大家 大家再把这些药成15倍 又有三百多种 三百多种药 都是可以降压的 所以你说那么多的降压药 对于那些高血压的病人 到底该怎么样选择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 来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安镇医院的副院长 陈芳教授 你好 陈教授 请坐 陈教授 我一开始告诉大家 有三百多种降压药 然后好多人还有点不太相信 我没说瞎话是吧 没有 因为我们国家 降压药比任何国家都多 光是中医的降压药 现在就将近有两百种药左右 西医的这个降压药呢 包括原来应用的降压药 真的是有这么多种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得给大家介绍一些 比较基础的 吃降压药的一些方法和选择 是 首先第一点就是 咱得打什么时候 开始吃这个降压药呢 来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情况下 要开始吃高血压药物呢 是第一次查出来 血压高就要吃 还是确诊了 高血压再吃 还是有了症状了 就应该吃了 来一百位观众请 给出你们的选择 连续你觉得什么时候应该吃 就是 对 别犹豫 我觉得这事 因为刚才前几天做那节目 你说那么大危害 甭管说什么样 咱先吃一点 先给它降下来 咱先给它降下来 咱们来看看一百位观众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怎么看呢 选择最多的是 确诊了高血压之后再吃 好 让陈教授告诉大家这个答案 对不对呢 其实就是确诊了高血压之后再吃 为什么不应该是 比如说查出来 我现在血压高了 就赶紧用上药呢 因为你偶尔测的那一次高血压 特别是你在医院里边测的那次高血压 很可能是我们管它叫真实血压 或者叫白大衣的这个血压是高的 很多人他运动以后 吃东西以后等等 它都会造成一过性的血压增加 这种血压增高的这种状况呢 其实是我们的正常的状况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确诊高血压以后才吃 确诊高血压一定要测动态血压 很便宜 200块钱左右 如果动态所压的24小时的平均值 大于130 80 就算能够确诊高血压 有些朋友和我老公也在交流的时候 他说我没有任何症状 我为什么要去吃药了 我也不觉得难受 我们第一期就讲了说高血压的病人 并不一定都有症状 有好多的高血压病人 自己感觉不到有什么症状 但是他对血压增高 对于我们前几天都讲了 对于心脑肾 眼底血管等等这些个的影响 是比药物的副作用要大得多得多 所以我们医生给病人用药 并不一定说是完全的去为了它缓解症状 我们是更加关注说 它到底是不是会对它的 我们管的叫把器官 心脑肾这些器官 会不会带来危害 如果它能够去带来危害 我用药能够给你降到正常 那你为什么不吃药呢 刚才咱们既然提到了 这个降压药有300多种 那怎么样选择这些药呢 咱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高血压的药物该如何选择呢 是价格越贵越好 还是降压越快越好 还是降压越平稳越好 来100个观众 请给出你们的审则意见 连续这会儿如果说 让你给父亲选这个降压药的话 你觉得看哪一条 我选A 因为贵的就是好的 他说只要这东西贵它就好 它好 它降的就是又快又平稳 我选可能选C 可能性大 但是连续说的也有道理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 我给我爱人去选药的时候 往往效果最好 降压越平稳的 这个价格也是分分的 也是最贵的 目前这个市面上 这个药物一般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A和C都还可以 那好 看看大家选药的时候会怎么选 看大家选择 最多的是降压越平稳越好 好 欢迎大家回到 中央介石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有的时候我们说 到医院的时候 经常就医生给开什么药 我们就选什么药 但是也要看 到底对我们的身体的血压调整 有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来看 在选药的时候 我们主要看的是 还是看降压的这个速度 是越平稳越好 降压的时候应该掌握住四个原则 这是我们治疗高血压的原则 第一 开始的时候 还有小剂量 第二 尽量选择长效的药物 第三个就是我们尽量的联合营养 第四个就是我们一定要 每个高血压的病人都是不一样的 进行个体化的血量 但是我们选择这四个原则 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就要达到一个24小时的平稳相差 所以我们既不主张说 哪个药贵一定就好 因为这个病人的高血压 跟他用的那个药物的那个贵药 他不正好不是治疗他这一种的高血压 我们觉得也是不对的 引起高血压的原因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常用的 像高血压的药物 现在的话呢 我们现在最常用的有五大种药 五大类 有五大类药 咱们看看这五大类 第一类呢 我们管的叫利尿医 利尿剂 利尿剂的高血压 这个药物用于什么样的高血压呢 就是平常食盐吃的比较多的这样的药 换句话说 就是因为水多 血容量多 这样的高血压 我们应该来讲 尽量的让它去排尿 排尿多了以后 这是第一大类药 第二类药呢 我们管的叫洛尔类药 引起高血压的原因 其中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紧张 压力大 情绪激动等等 如果是特别容易紧张 特别容易情绪激动的药 建议你首选的药物 就用这个洛尔的药物 如果要是有的病人的血压特别高 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有的是200 140 130 或者是180 110 等等 这样的药物的话呢 可能用其他的药物降不下来 那么我们建议就用这种地平类药 第四类药呢 我们管的叫普利类 第五类药呢 是沙坦类 如果要是血压的话呢 是偏高 血压的话呢 只是140 90 140到150 90 95等等 我们说我们国家的两亿高血压 有90%都是轻型的高血压 或者是中轻型的这种高血压 这样的话呢 就用第四类药和第五类药就可以了 第四类药跟第五类药呢 几乎是差不多的 那就是效果啊 还有从这个价格来说 哪个可能更好一些 效果的话 我觉得还是根据你 每种类型的高血压 就应该首选哪些药 但是呢 这些药呢 我们都不主张 一个药 应用很大的剂量 所以我说小剂量 应该联合营育 那这些药是一定得到医院去开 还是说自己在药店也能买啊 这些药呢 应该属于处方类药 最好是能够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 你比如说利尿药 利尿药的话呢 它的种类也是非常的繁多 有进口的利尿药物 也有国产的利尿的药物 有的这个利尿呢 特别厉害 有的呢 比较缓慢 广利尿的药 大概就有几十种药吧 所以呢 我们建议呢 还是由医生来提早的 去用药 比较合理 我姑姑也是高血压的患者 然后以前呢 是医生给他开了一种药 他一直吃着 效果还不错 然后后来去那个公园溜弯的时候 他那个小伙伴们 就给他说说 我现在吃那个酱压药 效果可好了 吃完之后酱的可坏呢 然后你也吃这种吧 回家之后 他就去跟那个老伙伴一样 买那个药去吃去了 在您的这个病人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 病人经常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们特别反对 这种病人之间的这种交流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 那个原则里边 还有一个个体化质量 另外我们觉得呢 这些药物跟高血压 是产生的原因 以及每个人高血压的这种形成 以及药物的这种药率作用 是非常复杂的 而病人的话呢 应该来讲 他在很短的时间 很难去掌握到那么多的知识 所以我就特别反对一句话 叫做九病成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现在都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打病 我们全世界的所有医院里边的医生 没有任何一个医生 因为他是老病号 是变的 那你说不能够自个儿瞎买药 或者是听这些小病友们的一些介绍 就随便的换药了 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些个问题记下来 然后在下一次就诊的时候 来问医生 到底来讲说 问医生说 我另外的一个病友 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他现在这个药 我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 可以来咨询医生 但是千万不要说我不自行医生 看人家的效果好了以后 我自己就吃 这个时候可能把血压降得非常低 或者是产生很多的副作用 那陈教授 您刚才说 咱们这些药是要联合用药 你比如说我现在高血压 我吃一个药 我就能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血压值 那我用没有再配合其他的药物呢 能够联合 尽量地去联合 所以我们说 我们国家的高血压 是轻度高血压 但是轻度高血压呢 我们说 如果能够用很小的剂量 用一个药物就能够给它控制 这还可以 如果要是说呢 小剂量控制不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 你到底是联合其他的药呢 还是把这个剂量给增大呢 我的建议是联合其他的药 两个小剂量的药物联合去吃 要优于一个药 要优于一个药 大剂量 大剂量的是 因为它的副作用是 用的量越大 副作用也越大 在选择药物的过程当中 病人所关注的 跟医生所关注的 有的是一致的 有的是不一致的 病人更多的关注的是 我的症状到底能不能够降下来 我到底是不是 我的血压能不能够去降下来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医生 是这种指标追求型的 另外医生所关注的什么 就是说我吃了完这个药 降了血压降到多少 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 对你心脏有没有保护作用 脑子有没有保护作用 肾脏有没有保护作用 这些个器官 你是不是会活得更长久 所以医生更关注的是 你的器官的保护 而病人更关注的是 我的血压到底能不能下来 这个药到底管不管用 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差别 经常跟自己的医生沟通 所以最后是不是这个病人 和我们的治疗高血压的医生 都成好朋友了 这得常年的调 对啊 那刚才你看咱们说了 一呢是降压药有三百多种 再一个很多时候 是要联合用药的 说实话这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 要记每天吃那么多种药 确实是一件难事 那有什么样好办法 能够帮助大家 定点定时定量更好的用药呢 我们让何博士来告诉您 有请何佳 控制血压的药物 有非常非常多 这个里面有一些西药 还有一些中程药 各式各样的 现在我面前就摆了十多种 那么刚才呢 我们教授也提到了 那么一般啊 所以大部分的医生呢 都会认为 就是小剂量的联合用药 是比这个单个药物的大剂量 这种效果要好 而且副作用也低 另外啊 还有一些老年人呢 他可能本身这个基础疾病 就比较多 所以他每天 要定时服用的药物 也会比较多 有的时候呢 就会难免计混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啊 如果说 比如说今天 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啊 可能年轻人 有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情况 比如早上起床 睡得这个昏昏 昏昏沉沉的 刷牙洗脸 吃完早饭 突然想起 哎呀 糟了 我今天早上吃药 还是没吃药啊 忘了 如果说已经吃过了 你再吃 这个量还就多了 如果没吃 忘记了吃 这样的话也会降低这个血压 控制的效果 如果说这个血压波动幅度很大的话 它的这个带来的损害也是很大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教给大家一个办法 好 现在看我手里的三个小盒子 排起来的 哎 这个盒子都是可以打开的 小药盒 你看 可以打开的 我们每天啊 我们可以在睡觉之前 我们按照明天 吃的这个药物 要吃多少 我们把它分门别类 装起来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啊 这个药 我明天要吃的 它是每天吃三次 每次吃两片 所以呢 我就把它放进来 这边放两粒 这里放两粒 这个药呢 是每天吃两次 每天吃两片 分两次的 好 还有一个药 这个是每天吃三片 分成三次的 一 二 三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 我们从左到右 记住 它是早 中 晚 那么这样啊 它就不容易记错了 对不对 比如早上起来 我看一眼 哎呦 早上的这个盒子里面的药 它还在哪 拿起来 把它吃掉 到了中午的时候 就该吃中间的这个盒子了 到了晚上呢 就吃右边的这个盒子 有的时候 我们为了照顾家里的老年人啊 哎 我们也可以提前帮他们分好 哎 明天早上我上班去了 在家没有人照顾爸爸妈妈吃药 他们就可以按照我分好的这个顺序 他们来进行服用 这样的话 效果就比较好了 另外啊 我们还可以多准备这样成套的盒子 比如说 哎 我们周末的时候要出去玩 要在外面住宿 这个时候我们带太多的这个药盒不方便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第一天的第二天的一起带上 这样不占地方 而且呢 也方便提醒我们自己服用 哎 那么如果这样的盒子不好找找不到 怎么办呢 哎 其实呢 稍微麻烦一点啊 我们可以买这种保鲜盒 你看 也是有三个盒子 那么一天的三顿的药可以放在里面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记错了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办法 不过呢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我们分这个药之前呢 我们也应该提前咨询一下自己的医生 因为有一些药物啊 它是不能够这样提前拆开 啊 就是 那么因为有一些药物呢 它的保存条件是需要密闭和遮光的 如果我们提前把它拿出来 这个药效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呢 它是不适宜联合起来同时服用的 啊 那么这种情况呢 也是需要咨询医生给我们一些提醒 不过这个方法呢 我想如果大家学到的话 是会带来很多的方便的 好了 小鸡 谢谢何博士啊 这样把药物整理起来之后呢 用起来也方便也好记 对吧 嗯 那可能很多人会说了 我的天啊 天天要吃这么多的药 而且呢 高血压的药通常都是要终身服药 那这个副作用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咱们来看看有关于这个副作用的一些说法 那么关于高血压药物的副作用 描述正确的是 中药比西药要小一些 还是高血压的药物都有副作用 还是副作用会影响到降压的效果呢 100位观众给出你们的选择 这不用蒙的 我这油准土了 过去我难了 是要三分毒嘛 中药西药都会有副作用 但是中药肯定要比西药副作用小点 小鸡 你家里人在吃那个降压药的时候 他们会特别就担心这个副作用 不担心 都是我担心 我让人家吃什么 人家就吃什么 你们家人吃的是中药多 西药多 我们首选的是中药 还是中药比西药的 所以一人一个吧 A和B 我们觉得描述都是正确 那我们看看大家对于副作用的认识会怎样 来看调查结果是 大部分的观众选择的是 中药的副作用要比西药的要小一些 好 我们让陈教授告诉大家正确答案是什么 高血压的药物都有副作用 300多种都有副作用 不管中药西药 所有的药物都应该有副作用 很多人都认为中药的副作用小 我们首先知道中药是什么 中药的话我们说有两种 一种我们讲的叫饮片 或者我们管的药熬的药汤 那个汤剂 还有我们就吃的是中成药 但是这两种药的话 我们现在从化学上来讲 把他们都是混合物 而西药的话 大部分的都是一种化合物 这些个混合物里边 它因为混造了好多好多种的化合物 混到里面 所以它没有办法来确定哪一种化合物里边有什么样的副作用 所以原来的话呢 我记得好像是2001年以前 有一个规定 就是如果你对你制造这个药里边 它的副作用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不写 但是以后都不行了 所以所有的西药都是化合物 这个化合物它要经过一期临床 二期临床 三期临床 一直经过六期临床 才能够说 我能够应用到病人的这种身上 所以它把它的正作用 副作用都研究得很清楚 而我们中药的话呢 大家都这么用了 用了几千年了 你现在也不能说 我没研究出来就不让用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 很多的中药造成的肝脏的损害 肾脏的损害 甚至是一些个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些个损害 我们还是非常大 对 但是要说到这个副作用 我们同事他父亲就是 他父亲就高血压很高 150 但他就一直拒绝吃这个酱压药 他说那我倒是血压降下来了 然后回头我那个肝啊什么肾啊都坏了 我不吃 你对这样的病人你说怎么办呀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我们说我们有病吃药 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一种状况了 包括到医院里边的各种治疗 包括手术啊介入啊等等 它都是对你的身体里边产生侵害的 药物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就看到底是病给你身体带来的危害大 还是药带来的危害大 我们前几期都知道因为高血压 我们造成了可能造成脑筑中的可能性 可能造成了冠心病 心脚痛心肌梗死 可能造成肾脏的问题 血管的问题 可以造成眼底的问题等等等等一些危害 是非常大 所以来讲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那个药的副作用跟它相比就比较轻了 其实吃药还是利大于弊的 应该是 因为它有高血压的才吃药 它应该来讲高血压对身体的危害更大 而副作用呢应该来讲是可以忽略 这时候就得抓主要矛盾 对 是吧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五大类的这个降压药 那您说这五大类都是有共同的这个副作用啊 还是每一类的副作用它不一样啊 每一类副作用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看啊 我们说利尿剂 利尿剂的副作用呢应该有好几个 除了这个夜尿多 就是晚上可能起夜比较多以外 剩下呢还有我们一般的利尿药啊 都是能够去排钾的 所以来讲呢就造成了血钾比较低 所以利尿剂有的时候呢 这个大夫还得说你得吃一点钾 有一些的钾片啊或者是含钾的片啊 或者像比如说像补达秀啊等等一些药物给你吃 但是你吃了这些含钾的药呢 又造成了胃很不舒服 所以这也是很多的这种矛盾 比如说像洛尔类的药物 这个叫神经紧张类型的高血压吃的 神经紧张是吃这个药的 但是吃完了以后呢 病人心率降下来了 血压也降下来了 但是降压是比较好 但是就可能对某些病人赞成疲乏无力啊 甚至说有一些个 比如说心脏衰竭的一些个病人 会让他的收缩率会更低啊 前两天我有一个病人领着他弟弟来了 他弟弟的话呢原来就是高血压的病人 然后突然之间得了心脏病以后 我给他装了两个支架 现在就跟我说说 大夫我这个浑身没劲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问问他这个药 我说你都吃什么药呢 跟我说了说 其中有一个药 就是这个洛尔类的药物吃多 我再给他两个血压 他的血压160 心率的话呢 50 所以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第一你把这个洛尔类的药物 要不减量 要不就给他停了 过一个礼拜他跟我说说 大夫我停了 停完以后现在觉得特精神 我再给他一侧血压 120 70 心率的话呢 达到了65到70 这么个血压 他觉得特别精神 所以这类药的话呢 可能会造成那种批发无力 你们俩得好好记着啊 待会还要就这些事 考你们俩呢 五大类药啊 好 第三类 第平类药 就是血压特别高的这些病人 特别高的这些病人 吃别的药降不下来 应该来讲我们吃这 吃这类药 因为它主要的作用是来扩张血管 它除了扩张大血管以外 对小血管也有扩张作用 特别是对脑血管有扩张作用以后呢 就会造成头疼 另外的话呢 就是有些人 他血压本来没那么高 一开始就选这么强烈的这个药物 就会造成低血量 低血量的话呢 就血压过低 也会造成很多的不舒服 第四类的话呢 我们管的叫普利类药 中国人啊 大概有15%的病人 吃完了以后呢 出现有肝壳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讲 说明有肝壳的话呢 是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它起了作用 但是病人 更关注的是症状 他不关注说 我到底对我的心脑肾 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沙坦类药的话呢 现在来讲是 我们认为副作用是比较小的 这样的一类的药物 但是它也不是说 没有出作用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 咱们就 都是沙坦类药主观了 对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 医生给病人用药 不向病人给病人用药的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 规律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第一个 你用沙坦类药 如果血压降不下来 你还得加别的药 你不能说我沙坦类药 我现在的话呢 比如说我用了一片 不行 我用两片 再用三片 我们不主张这样去用 可能要加用 其他的一些的药物 或者是你本来就说 我是因为 食盐过多 所引起来的 这样的高血压 那么我单纯的 吃沙坦类药物 效果是不好的 或者是我现在的话呢 就是因为情绪紧张 引起来的高血压 那你应该 首选的药物 应该是洛尔类药物 但是你吃沙坦类药物 仍然是不好 所以我们觉得呢 沙坦类药物 虽然它的副作用小 但是它的正作用也不大 换句话说 我们只是对于那些个 轻中度的高血压 建议用这类的药物 五大类的高血压 要三百多种 这的确让我们 记起来呢 是有点难 选择起来呢 就更难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让何佳博士 突破一个题板 再带大家复习一下 再加深一下 我们的印象 来 有请客家 好的 在之前啊 其实我们已经讲到了 五大类的 这个治疗高血压的药物 所以现在啊 我们要来做一个复习 我们要请上两位嘉宾 我们来考一考他们 有请袁徐和小林 好 又见面了啊 你好 袁徐你好 怎么这么眼熟啊 上次也是你啊 我就坐这儿 好 先来看第一个药物 另一药剂 它的失音症 吃盐吃太多了 哎呀 非常好 是吧 小林 副作用 夜尿比较多 好 夜尿比较多 各得一分 第二类 落尔类 精神紧张 对 精神紧张 真好 那副作用呢 法力 对的 法力 对 还有一类 地瓶类 就是血压特别高 哎呦 真行啊 大家觉得对不对 好 鼓掌 对 这别高的时候 是用地瓶类的药物 副作用 地瓶类 我想想啊 如果降得太狠 它会怎么样 头疼 对 头疼 好 第四个药物 鼓励类 一般高 140 90 这个太精确了 好 副作用呢 这副作用是很明显的 干壳 肝咳 说得很好 最后一个是 沙坎 天呦 吴可 你别说 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 能够难一难谈的 对 顺应这 我的好记 我的事儿 一样 血压上光优势 但是这个副作用 可能小林 都知道 它比较少 但是其实通过 这样一个比较呢 我们并不是说 大家就看到这个单子 赶快抄下来 然后回家自己买药 恰恰相反 其实每一种药物都会有它的副作用 大家不要对这个副作用太过紧张 知道副作用 总比不知道副作用的要好 所以谢谢两位的参与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好的 好 你看这么多的药物选择 但是有人说了 这有的时候啊 我经常吃完这个药之后 医生又让我换药 这换了一段时间呢 又给我调了一新药 所以很多时候在调药换药上啊 我们有很多的困惑 那咱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高血压应该怎么样的来调药呢 那么是发现血压正常 就可以停药了 还是血压偏低的话 可以逐渐的减药 还是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 应该立即换药 好 100位观众请给出你们的意见 这应该问问小林啊 家里人有没有调药换药的经历啊 有啊 从发现高血压到目前用药 用了很稳定的这段时间 可能调了五六次吧 就是血压控制不好的时候 就会立即换药的 立即换药 连续父亲呢 我爸的父亲是什么样啊 高血压开了好多药回来了 吃两天 血压一降下来就停了 好多人都这样 好多人都这样啊 来我们看看100位观众的选择啊 在这个药的问题上 大家怎么看呢 是血压 如果控制不好的话 应该立即的换药 这个选择的是比较多一些 那好 广告之后 我们让陈教授 好欢迎大家回到 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啊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要是这个血压发生变化的话 怎么来调药呢 答案是 血压偏低的话 可以逐渐的减药 怎么会是这个答案 首先说第一个答案 为什么不对啊 第一个答案呢 就是说呢 我们吃药啊 我们说西药啊 西药我们吃了以后呢 是药物在身体里边造成一定的血液的浓度 有了这个药物在你身体里边的作用 才使你的血压降下来 如果你把它停了 经过一天两天的代谢 这个药物逐渐的在你身体里边就慢慢的浓度就没了 这个时候你又恢复到你没有吃药的这种状态 所以血压会怎样呢 血压还会升上下 所以就跟你没吃药的时候是一样的 而你现在呢 你测的那个血压 我们说你又不一定说是测的那么准确 你认为好像是没有问题 其实是有问题的 你要做24小时的动态血压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我们再说第三个 血压控制不好就立即换药 我们觉得这样也是不合适 为什么呢 那控制不好了怎么还不换药呢 因为你血压控制不好有很多种的原因 你比如说我确实是药物吃的量不够 或者是我药物呢 一个药呢我没有进行搭配 我不是说我现在的话呢 这五大类药咱换着吃 第一类不行吃第二类 第二类不行咱吃第三类 一般的来讲你去到医生里去看 医生都会说你是因为哪一种类型 引起来的高血压作为他的首选药 但是首选药是不是一定能把血压降下来呢 不一定 那么不一定怎么办 你也得给医生有一个时间 就说我这个效价效果并不是太好 但是我可能会再给你加一种 但是你原来那个药可能用的并没有错 我真的第一次觉得原来这个降压药的选择和服用上 真的是很麻烦啊 我老觉得就是一片不够再吃一片 两片就完了 没想到这么复杂啊 你得了高血压是你终生的问题 这个高血压呢是必须得记住药物的名字 它记不住我觉得就是没重视 我们现在没听说过哪个父母记不住孩子的名字 有五个孩子五个孩子的名字也记得很清楚 不但记住他的真名字 还能记住他的小名外号 所以我们觉得有了高血压的病人 他除药一定是终生的 而且你吃哪种药对你来讲又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像记自己孩子的名字一样 把药物的名字和药物的剂量牢牢地记在心里边 那您说那个血压如果低的话就能够自己减吗 应该来讲的话血压如果要是偏低 我们那个正确答案就应该去适量的去减药 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病人 我们认为是因为他血压高了以后 因为药物的作用给他吃的逐渐的偏低了 比如说已经低于96时了 就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那个药物 我说那你把吃这几种高血压的药物呢 他吃了93种降血压的药物 那他就把这其中的洛尔的药就给他减了 或者他就把这类药给他停掉 停了以后他觉得很舒服很精神 所以我们就看到再量血压就正常了 就有可能这药吃多了的话血压也会低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适量的减药了 对呀 如果我这段时间控压控的不好 我自己再那个多加一片 多来一片 这个时候你怎么不担心这个药物的副作用了呢 而且这个药多吃这一片的话 会不会造成血压过低 血压降的过低会有降的过低的问题 就变成自血压了是吗 会有症状 第二个你得脑血栓的机会可能也会多了 所以我们就不太主张自己过于自己的加量 所以我们再去强调 每一个高血压病人 你都是独一无二的 你跟另外一个病人 你发生机制 你自己的体质 对药物的敏感性 药物在你身体里边的代谢的作用 跟另外一个人都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才要求 每个高血压都应该个性化症 那您说现在医学发展这么快 除了吃药之外 咱就没什么别的高招能对付这高血压吗 现在有一种方法 我们管的叫肾胶感神经的摄瓶消融术 这个是我们的肾脏 那么在肾脏爬满了很多的胶感神经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就用摄瓶消融的这种方法 它用导管进去到里边 然后的话烧一个点 每个点大概烧个两分钟左右 就能够把这个胶感神经 这个结或者胶感神经的神经 就给它烧得没有作用 我们现在看来随访了两三年 一般的能够收缩压能够降低20到30个毫米斤柱 舒张压能够降低到15个毫米斤柱 天呐 不出药了 这是新的一项技术吧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技术还是比较新 我们国家现在做的也不算特别多 现在的话呢 这个正正刚刚在学 所以我们不主张所有的病人都用这种方法来点击进行治疗 所以我们现在掌握的适用证就是那些个三种药物仍然不能控制的高血压 现在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治疗 我觉得这一句话真的是给很多的患者一线希望了 咱不着急 咱可以等 对不对 等这项技术成熟了 成熟了以后 我们那时候再说 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根治以后这个高血压算是一个能够根治的一种病呢 我们希望是这个样子 这种方法的话呢 现在还正在探索研究的阶段 但是呢 这种方法来讲 在国外 已经经过治疗的那几百例病人 效果还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需要呢 进一步的来给它进行观察 但是毕竟来讲 给我们的高血压的病人带来的护育 好 那最后您看 您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关于高血压用药的一些知识 那您最想强调的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坚持服药 平稳降压 谢谢 好 听完今天这期节目啊 我相信下次大家在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呢 心里就有一个准程了啊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得跟您说一说 除了吃药之外 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因素 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 那对待这些生活方式 我们又应该怎么做 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护压呢 希望您关注明天的节目 好 非常感谢陈教授 也感谢我们参加100位观众和两位嘉宾 找健康记录 过健康生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什么体型的人一换高血压 离 倒离 怎样的生活方式会引起高血压 学学以后呢 就产生了一个 突然之间醒了 改定生活方式 真的就能降血压吗 如果减肥能够减10公斤以上 跟你原来比 能够也降到5到8个毫米 权威吸血管专家 为您解读 高血压应对策略 尽情